中泰联合军演在近期圆满结束 泰国空军见识到了殲-10C性能后 这款战机是否有着采购可能性呢 哈喽各位老铁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亲密财户 我是虎妞 中泰英姬2023空军联合训练 在20日圆满结束 在这场为期21天的训练中 我国空军出动了殲-7A 歼-10C 歼-11BS 空军500 而泰国方面则出动了英诗战机 二法攻击教练机 平衡目预警机 双方可以说是主力战机起初 特别是我国空军一线主力战机歼-20 不可能出过参加训练的情况下 歼-10C就成了我军二线主力的最强战机 而泰国方面出动的战机 更是全军最强战机 虽然英诗战机购买的年头 也有很长一段时间了 但当时泰国空军凭借着这款四代半战机 在联合军演中的对抗环节 可是处于绝对上风 我国当年可没有歼-20 歼-10C也还没服役 因此在当年的对抗环节中 只能出动歼-11A这款老掉牙战机的我军 可以说是惨败 但现在不同 随着我国的不断发展 空军实力也是突飞猛进 歼-20实现量产 不说歼-10C这种四代半战机 都能拿出来卖了 因此在这些年来 前往泰国参加联合军演的战机 也从之前老掉牙的歼-11A变成了歼-10C 而泰国方面却始终是英诗战机 虽说大家都算四代机范畴 但歼-10C战机上的航电系统 可比英诗战机先进了不少 所以我国一举扭转了之前惨败的局面 每次在对抗环节中 都能以获得最终的胜利而结束 除此之外 在泰国空军公开的报道中 还亮相了我国的 红722防空导弹指挥车 以及火控雷达车 而泰国海军之前 也曾采购了我国 红722防空导弹的出口版FK-3 因此对于这次参演的歼-10C战机 很多人在之前就认为 是为了推销而来的 这次出现在泰国的这些产品 又属于外贸款 更加让人相信 是为了向泰国出售我国的战机而来的了 作为一款有着四代机外壳的战机 歼-10C却配备了全球最先进的淡化夹 有缘相控制雷达 在战场感知能力上大幅提升 就连身为五代机的F-35战机配备的 也不过是这款雷达 同时它还能搭载和歼-20同款的 霹雳-15空空导弹 以及霹雳-10近距格斗弹 配合弹化加有缘相控制雷达 能够实现超时距作战 往往能在对方还没发现自己的情况下 就锁定目标并发射导弹进行打击 即便是在近距离格斗 也能发挥出不错的战力 再加上空井500的指挥 就算是和五代机过上两招 也不是什么问题 之前我国歼-20和美军F-35 在东海上空相遇 就有相关消息说 F-35在我军空井500的探测下 失去了隐身功能被锁定 直到歼-20和它贴身相遇了才发现 而本次的中泰联合军演中 我军同样出动了空井500 虽然在战机上不是歼-20 但对付个英尸战机还是不成问题的 因此这次对抗环节的结果很显然 自然像过去那样占据上风 并最终取得胜利 对于泰国空军来说 它早就有了增强战斗力的想法 曾想直接一步到位 购买全球对外出口最先进的F-35五代机 但是面对着送上门的买卖 美国还不要 美国认为泰国无法保证技术安全 再加上泰国空军的配套设施 也跟不上F-35 因此直接拒绝了泰国军方的采购要求 在采购F-35战机被拒的情况下 泰国空军的选择其实就很少了 虽说全球除了F-35之外 还有很多的先进战机 但泰国空军现役的英师 相比较那些也差不了多少 并且由于泰国近期年来的经济发展不太顺利 面对西方国家动不动就一两亿美元一架的F-35战机 属实有点吃不消 那么能符合泰国空军要求 价格又便宜的自然就只有殲-10C这款产机了 之前出口给巴斯坦的殲-10C战机 大概单价在7600万美元左右 泰国空军想买的话 也可以获得这么一个优惠价 毕竟泰国这些年也从我国这儿 进口了不少的武器装备 万吨巨舰 坦克 防空导弹 还有正在商讨阶段的潜艇 如果双方能够在军事合作上 继续保持友好往来的话 那么我国也可以以一个友情价 出口殲-10C战机给泰国 让泰国空军替换掉国内老旧的F-16战机 对于殲-10C战机的性能到底如何 在这次的对抗训练中 想必泰国空军也心智肚明 因此这次的联合军演 不仅仅是一次交流 更是一次推销